偶像剧啊各方面都是深情的王子 帅得不得了 属于花美男型的 可是呢之前就有周刊接到爆料说 这个王子不但结婚 而且有两个小孩 两个 但他完全否认 那爆料的人就说 其实这个王子 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就跟他的女朋友谈恋爱 结果闹出人命了 女朋友有小孩 那女朋友的爸爸希望他给他一个交代 所以就生了孩子 结果谁知道 他学校一毕业进入演艺圈 红得不得了 他就把这个事情藏起来 所以当周刊接到爆料 去问这个王子的时候 王子就说你们完全搞错了 那是我大嫂的小孩 不是我的 你就会发现这圈里面 很多王子都有个大嫂 很怪 其实是他的老婆 他很坏的是 他为什么不说是我弟妹 弟弟的老婆 你又说是我哥哥老婆 是老婆会长得比较老吗 好 这是A 那我要讲B这个 我要讲B这个故事一模一样 这一个男艺人非常帅 非常帅 很年轻 可是他一样 也有一个小女朋友跟在旁边 就生了孩子了 孩子一生下来 这女朋友的爸爸 等于他的岳父是很凶悍的 就说我管你是什么人 你是天王都一样 你就要给我女儿一个交代 所以他们就结了婚 结了婚三四年了 孩子越来越大 那岳父觉得太离谱了 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把妹 那把我女儿放在哪里 所以这一个男艺人 他只好被迫说 那好啦 我承认嘛 我就对外说 我已经结了婚 那感觉是有交代的 不是 他其实跟这个太太 根本没有一起生活 太太带着女儿 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继续把妹 他走到哪里 你知道吗 他可以在一个公开场合 看到这个女生 这个女公官很漂亮 跟人家要了电话 他已经结婚了 他回去了 他还传简讯说 小英 你想不想我 想不想见个面 抱抱好吗 就是去逗人家 结果人家一开始 以为他单身 等到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那个小英就很活大 就说你当我白痴啊 后来他发现 原来这样的小英 他有三四个 等于是这个放在家里 这个就继续把妹 好啦 你们骂他对不对 没关系 每一次呢 当有人爆料的时候 他就回去跟他老婆说 我们现在跟记者讲 我们就出去晒一下恩爱 有看过那个电影控制吗 就类似这样 他又把老婆牵着 带着小孩出去溜一溜 然后让记者拍 他很爱家 很爱小孩 我是深情的男人 哦 好吧 够了 结果继续把妹 我还曾经被他感动过 骗人 骗人 他被他感动 你怎么仍然被他感动过 这么容易被见啦 没有 玉潘老师 咱们就来看看什么样姓名笔画的男人 他是属于自以为潘安在世 全世界的女人都应该爱他吗 有 有 这种很多 很多 说不定你就有 我才没有 玉潘老师 一个男生会认为自己是潘安在世 简单来讲 这个就叫做自我感觉良好 对 那么潘安 我们如果说锁定潘安的话 太狭隘了 因为潘安就是长得漂亮嘛 那我这里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潘安 有长得好的 有才华很好的 有幽默感的 我们看看呢 你是属于哪一种潘安的人 第一个就是对自己的外表 自我感觉良好 他认为他外表像潘安 这要看男生的名字的总格跟人格 那么人格总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人格就是你的姓 加上名字的第一个字 总格就是这三个字相加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潘安是谁呢 人格总格如果出现了 10 13 16 21 32跟36的人 那么男生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自己就觉得 他就是韩兴的花美男 非常的爱漂亮 非常的爱打扮 就算他今天长得像 武短身材的武大郎 他也觉得他挨得非常的 很有魅力 很有吸引力 就连他走在路上 他都会眼睛像机关枪一样 到处扫射 有没有人在看我 人家看他一眼的话 他就会觉得 你看就是有人在看我了 那他对自己呢 全身上下可以说是满意极了 从头发到脚丫子 他都觉得都是魅力无限 就算没有人去赞美他 他也会自我赞美一番 总而言之啦 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觉得自己就是帅豹了 他就像李敏昊一样 李敏昊一样 女孩子见了他 都会疯狂地扑了过来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潘安呢 是认为 对自己的才华 很有那种自我感觉良好 人格跟总格如果是 12 17 22 23 31跟38的男生 有这些比划的男生 他觉得自己简直就像周杰伦一样 才华洋溢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就算现在没有人欣赏我 那只是伯乐还没有到啦 那总有一天呢 以我的才华 我一定能够展露头角 一定能够出人头地的 到那个时候呢 所有的掌声 所有的聚焦 全部都会集中在我的身上 所以以我的才华洋溢 一定可以赢到女粉丝的那种疯狂的追逐 这是他对自己才华的一种感觉良好 第三个呢 是对自己的幽默感 自我感觉良好 人格跟总格如果是 99 28 29 41跟42的人 好 有这些比划的人啊 对于自己啊 就觉得有点像 吴宗献跟纳豆一样 浑身上下充满了喜感跟幽默的细胞 因为他要跟纳豆放一起 好 我们是以幽默来比较了 那凭 他会认为凭我的口才跟幽默感 我不管到哪里 我都很吃得开 都很受欢迎 只要有我在的地方 一定不会冷场 所以呢 目标也会集中在 在我的身上 尤其在女生面前 我的那种幽默感 女生是非常讨喜的 所以女生看到我的话 大概也会像飞蛾一样 给扑过来 所以在有女生的地方的话 他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 那真的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幽默了 所以这三个组合 让大家做参考 来 谢谢老师 休息一下 听众口口马上回来 好 来 听听 我今天一直讲野妻野妻 来 问一下文文 言一圈还有哪个 管不住的野妻 其实我们讲到野妻 对不对 有些人是说 因为他与生俱来 故事就是这样 要不然就是说交养 女生交养 他就觉得我最大 公主病 可是他讲说呢 其实小心 女人是会变的 是会长大的 那我想这个野妻呢 应该说 他当时也是嫁给圈内一个 很有知名度的男艺人 然后这个男艺人呢 比他来得大 岁数大 然后呢名望也高 然后呢 那时候嫁给他 当然就是崇拜嘛 我跟他 哇 这演艺圈的大明星 很崇拜 好 嫁给他之后呢 哇 他开始哦 因为这个大明星呢 很有名嘛 有钱嘛 再来 哇 女生都好喜欢哦 当妻子的 很辛苦耶 每天要查说 你去哪里 再来 你钱花到哪边 然后最后呢 发现说 我好像管不住你 我就设了很多的方法 我就要来杜绝你所有 你可能出去花心的可能 好 然后呢 但是这些年呢 今年累月过去之后呢 哎哟 你多年 你老年了 你也会老吧 怎么叫老年了 对啊 因为过去你很年轻 很漂白啊 女生都自己倒贴嘛 但是岁月流逝之后 你竟然都失去了嘛 你比较不好用 你如果把我叫老年了 我就给你 没办法 我讲实实 我讲这叫现实 你不可以不接受 好 那这个妻子呢 我刚刚讲了 因为比她小 可是呢 后来呢 成熟了 眼界开了 外面世界好大 她就开始 我有自己的朋友啊 我也会上我的什么社群网站啊 再来 我知道你真的老了 你真的乏人问津了 没有竞争力了 我真的也懒得理你啊 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 好 先讲就是说 她这个太太后来 透过社群网站 哎 很开心耶 喜欢她的 因为她太太后来 也有知名度哦 然后保养得很漂亮哦 然后所以 有很多的年轻一辈的男生 好喜欢她哦 就开始会约她喝咖啡啊 约她去逛逛啊 然后甚至 一起可能去 吃个冰淇淋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就很开心很happy 那这个时间过了之后 其实这个 她这个年纪大的老公 慢慢觉得老婆 哎 你怎么都不在乱我啊 这是一个 然后再怎么一出去 好像很久耶 所以其实他们的角色开始对调 过去是 老婆你 老婆嘛 你去度度命 所以很苦 你干嘛干嘛 管得好紧 反过来了 变老公追着老婆跑 都会问她说 哎 比方要出门了 哎你为什么穿这么漂亮 好第一个 再来你几点回来 好 有时候呢 才出去没多久 电位就来啊 说哎 你你现在人你倒 就是追得很紧 好好啦 那这个也都还好嘛 其实可能老婆老婆的社交 好了 事情大掉了 后来被拍到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秘密的 被拍到了之后 大家就说 天哪 现在的男艺人是怎么了 怎么老婆都变野妻了 有没有 外面的行情很好 那时候 当然之后 大家有善 就是有善后 有一个对外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没有啦 误会啦 其实都是朋友 对不对 那但是据我的了解 那个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大哥 跟 这个男艺人 跟他的太太呢 有一段时间 是完全是工作停摆的状态 然后 那个 那时候有很多的制作单位 我的朋友 其实试图就说 是不是找当事人来 上节目啊 什么的 后来他们知道 就是说 哇 那段时间啊 这个整个家 真的都快超翻了 因为这个 这个老公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男艺人 怎么办法接受 你对不起我呢 然后甚至 那段时间 他都要吞药 才睡得着 然后 后来我这个 制作单位的朋友啊 就是 后来这个男艺人 甚至跟他讲说 你不要再打 打来了 我们家已经快出人名了 其实光这句话 其实已经够了 所以他们那段时间 一直在瞧就是说 你到底要不要 以这个家为主 你到底 你现在还是要出去 然后我们之间 还可不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 后来据了解 是两个人的协调 就是说 因为对外其实 大家都要面子嘛 不管你跟我 所以这个 还是保有 还是把它留下来 因为 双方也有小 就是 彼此间有小孩嘛 是啦 可是其实真的 后来他真的 也管不住他这个眼神 可是有的 也是一时妥协 最后还是忍不住 本性难改 就可以看 趁到几岁 所以大家都说 看可以忍多久 OK 是 野底的 就是野啦 那我们就来看 野底的有难性 有野底的喔 来来来 杰光老师 即使这个婚后呢 也会本性难改的 这个女人星座 哪些 真的很野的喔 就是如果你是男性的话 你要注意看一下这一题喔 如果说呢 你要帮你儿子讨喜福的时候 你也要看看他的心态 看看这一题喔 那太阳上升 就会有一点点倾向 但是如果他的火星 火星是这三个星座 因为火星 代表我们的行动力 代表我们的攻击性 所以火星呢 如果落在这三个星座的人呢 他绝对非常的野 我们来看是哪三个星座 这好矛盾 好想上吧 又不好意思上 对 我来吵一下我的火星 来来 OK 好 来 如果说呢 你的太阳上升 特别是你的火星 落在水瓶座的人 哎呦 这个 大家莫慌 真的莫慌 不好意思 压队 压队 来啊 压队 火星水瓶 好压队 我认为火星水瓶不容易 好压队 水有相克 对啊 那还有一点 来人啊 绑上十字架 棒贵的休息 没有 你们要给贵哥拍拍手 管得住 找对人了 对不对 管得住 火星上升或太阳 在这个水瓶座的人 是天生爱孤独 我容不太受管兴 真的 他是爱孤独 很准 不是爱到处谈恋爱 不是 其实谈恋爱 或者是爱孤独 这个都是他的特征当中 其中一个 基本上呢 特别是火星在水瓶的人呢 他的个性非常的呛 就是呢 你不管我 也就算了 只要你敢来管我这个 管我那个 那我绝对就是给你抢回去 然后呢 你特别叫我不要这样子做 你是叫我不要回去看公婆 是吧 你爸妈比较重要 是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盘子看一看 我就处理给你看 快点 这边还有一枚 我也是火星水瓶 火星水瓶的人 攻击性很强 火星水瓶 火星水瓶 真的耶 我是吗 那边都好奇 这个是要看他 跟他另外一半的相处 如果另外一半 比较宽容 比较尊重他 不要管他太多 不要说我男人就是怎么样 你女人就是应该要 煮饭洗衣服 带小孩 要伺候公婆 就是你不要把这些东西 泡在你老婆身上 你老婆大概就会 稍微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火星落在水瓶座 而且相位不好的话 那个真的在外面 很容易交其他的朋友 因为他们做事情很冲动 那可能呢 如果跟老公感情不好 或者是说夫妻吵架 他就会想说 我到外面去搞个绯闻 搞个暧昧 然后呢 就是要气死你 就会有这种特质 OK 所以呢 这个家里 有时候会搞得鸡犬不宁 OK 再来 我们来看 如果太阳上升火星 如果落在第二名 是狮子座的话 这样你就要很厉害 賺钱 这么说 最烙开了 这个呢 狮子座呢 它是天生爱享乐 然后爱满又败家的 那个类型 你知道火星 在狮子座 狮子座就是豪华嘛 气派嘛 然后呢 火星呢 它其实是跟这个 汽车啊 这种东西有关的 所以呢 比方说 火星在狮子座的人呢 如果女生啊 她买啊 名牌啊 贵的东西啊 吃也要吃得好啊 喜欢交际 喜欢应酬啊 很爱趴的 对吧 她出去可能还要开 很贵的车子 所以呢 像这样子呢 你如果说 你娶的老婆或女女朋友 是火星在狮子的话 你就真的要很会赚钱 因为她这个钱 这个花出去 真的都是不手软 像你们刚刚讲的 那个女艺人啊 出去啊 都装起来 这种就是火星在狮子 有可能 对 然后对朋友很大方 再来 如果太阳上升 特别是火星落在射手座的人 这个人真的很爱爬爬走 你管他不住的 他是呢 老爱往外跑 在家关不住的 就是呢 火星在射手的人呢 就是比方说 他就会想要出国啊 想要去旅行啊 想要出国上班啊 去工作啊 然后不喜欢待在家里啊 然后呢 就算他真的不能够出国 家里有小孩 他也会想说 我明天要去参加妇女会啊 后天要跟朋友去坐 然后后天要去干嘛 他就是在家一刻不得闲 要有很多活动啊 如果老公都喜欢在家 然后很闷的话 就会很容易出不来 然后很快就可能就会 吹 是是是 好 算你做了 来来来 休息一下今晚的广告代表 回来进行我们的测制占卜 好 马上请尤夫老师帮大家进行测制占卜 我们在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一方面能够让人人称献 好 我们现在的字面是提防爆料 有这四个字面选一字来测试看看 未来个月在哪方面可以人人称献 那你们两个就不用玩吗 三好一坏 不好意思就是爆料 好 好 现场贵宾跟观众朋友请一齐来选 人家要提防我们两个 好 提 好 好 那我也要提 爆 爆 我先选一个最不好的 料 料 爆看起来不错啊 料看起来不错 我也觉得是爆 会爆开 好了啦 选了啦 不用想那么多啦 对啦 选了 选了 选一个月你啊 好啦 防 好 那我们都选好了 那观众朋友是不是选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那先从这个料 看有没有料啊 这个料是瑞光老师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也是这个料的话 答案是 职场精英 有没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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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羡慕你了 工作方面就是 哇 一好已经出现了 我本来在前途 好 下面看就是这个爆 这个火爆的 我爆的是 料老师精神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 他有口福都吃快炒的 是这样啦 好 看一下答案是 恋情火热 桃花爆火 我们这东西是 火爆火爆嘛 火爆火爆 那桃花是什么 可以说 已婚的话说 男女的感情恩爱 这样也可以说 逃避又说人际关系 对啦 对啊 都不错啊 好 这感情方面 80分 良好已经出事了 好 现在我们要开讲20分点 我该不会又是20了 那么我们先 把这个题先拿出来 这是文婉跟圣梅 还有李老师选的 你20多久 习我20 没有 我差一枚 我差一枚 没有没有 我差一枚 对不对 王老师 我上次抽到 要抽20就60 我还差一枚 给你抽齐全好不好 好不好 真的假的 我们看下答案这个题是 口舌是非小的一个 真的假的 这个 没关系 你秀选了 你抽齐了 我抽齐了 老师 送一次这一枚 好 下面一注独得 我们赌铃一注独得罚 赌铃选的 赌铃选的 那是什么运 钱财方面100分 他有再度冠组 我会再度冠组 他再度冠组 你没看到要穿红裤子 对 来 太猛了 还有哪位名人的婚姻 好像怪怪 来 我先讲一个 我觉得 这个男艺人 形象实在太好 太好 太好 人家是100分 他300分 有这种人 可是这个男艺人 据我知道 他很辛苦 因为他过去呢 谈的恋爱全部都是假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女艺人 有肌肤之亲 所以都是草新纹 但是他要怎么样解决 他生理上的需求 就是他会叫外卖 他有这个习惯 叫外卖 叫外卖 外卖 可是你有女朋友的时候 男的外卖还是女的外卖 他没办法 你知道男艺人 就是生理上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他觉得跟这些女艺人 就是没有办法 那他外卖的对象 都是外国人 会是比较压力的 对 然后就叫了好多次 那但是 好 现在他结婚了 他结婚了 结婚是圈外人 而且幸福美满 但据我知道 他还是改不掉 叫外卖 叫外卖 的习惯 因为他要有宣泄的管道 你们真的不要怪他 好 那我知道的这个 我觉得 其实很多的女艺人 大家表面看起来很风光 那我知道这个 其实他是自己在养家 然后他的老公 其实都有 已经有前科 去找 去搞外遇 而且他专挑人妻 那最近 其实他有点爆炸的状态 因为又固态富猛了 可是 可是我觉得最可怜的是 还要承受老公的什么 自卑转自大 就是你了不起 你养家了不起 这几年都靠你了不起 所以我认为这个婚姻 其实现在还在苟言残喘 所以大家等着看 好 来 谢谢老师 对 也要谢谢来宾今天的分享 好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别忘了下次同一天 请整个收看 命好玩 拜拜 大家好 我是热光老师 接下来跟大家预报 2月3号 礼拜二个星座的运势 运气特别好的 三个星座 第一个是天平座 有一些你以为 已经失去的好机会 突然之间又回头来找你 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 第二个是母羊座 会有一些朋友 好朋友或家人 来拜访你 来看你 让你觉得心情很温暖 第三个是射手座 因为你的长官 非常支持你的想法 支持你的计划 让你在工作上面 特别的顺心 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 第一个是狮子座 因为很多事情 反复的一直都弄不好 然后一直出错 然后你一定要那一下性子 来处理好好的把它搞定 再来是水瓶座 因为你自己讲话 想事情的时候 一直出耳反耳 会让别人觉得你没信用 对你很生气 在幸运颜色 以及幸运数字的部分 风向星座的朋友 是蓝绿色 数字是3 火向星座的朋友 是土黄色 数字是4 水向星座的朋友 是粉红色 数字是7 土向星座的朋友 是绿色 数字是8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